上個禮拜我們有講到floss rule 就是那張有牙齒的那張 OK? floss rule 大家還記得floss rule是什麼原則? 一個陰節一個母音 最後一個字母是 FLS 雙胞胎 對 所以flos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OK? 一個陰節一個母音 然後最後一個字母是fl 或者是s 然後這個最後的就要雙胞胎 那我們上次也有講到說 z也會有用到這樣子的原則 但是記得的字比較少 所以我就記得有這個詞 這位詞就對了 那有一些常見的字 有一些常見的字 它是s結尾的 但是它發的不是s 它是發的s has is as what 那這些就不用 就不用這個規則 因為它是發的s 然後呢 還有就是 有一些字 它也是常用的字 但是它原來可能是比較長的字 比如說像gasoline gas OK 汽油 gas 它是gasoline的簡寫 所以它是簡寫 或者是bus 原來是all of us 所以如果是簡寫的話 就原來就不是一個理解的 所以沒有 那還有一些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用到 但是大部分來說 大部分來說的字就是會用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容易性的規則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跟這個 等於是同樣的道理 有一些 短的 動詞 你加ing的時候 你需要中間那個雙胞胎 對不對 像run 那這個 以前可能大家就是死倍的 running swimming 這些就是要加 中間要加一個 但是其實是有一個規則的 這個規則是 也是 我們以前講過的 就是說 如果你 是直接加上去 你直接加上去 那你就會變成這個面 會變成 runing 因為這個是 baby sitter 他會叫他say your name 所以這個會變成runing 所以為什麼要加一個 加一個雙胞胎 就是讓那個baby sitter太遠了 不能叫他say its name 所以現在就保持這個 running 那這個不只是ing 這個是規則 說如果是這個base word 就是原來的跟 像run ok 如果這個base word ends with one consonant 如果這個base word 這個原來的跟結束 結尾是一個子音 然後他只有一個母音在前面 就是這個子音前面只有一個母音 ok 然後呢 accent is on final syllable 如果說只有一個音節的當然那個重音就是在那一瓶結 但是有的時候譬如說像begin 這個是兩個音節嘛 begin 那begin的重音在哪裡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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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高對不對 begin 所以 begin 這個 因為這個重音的關係 也是算是同樣的 所以兩個你都要加雙胞胎 running beginning 所以如果那個重音不是在這個最後一個音節的話 那就不需要 ok 所以我有 所以 除了ing以外還有一些母音開頭的母音開頭的字尾 最後一個是一個子音 那個子音前面是一個母音 那個子音前面是一個母音 然後那個 重音在那個音節 那這樣的話就必須要 必須要 耍中彈 ok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example 一些例子 所以run 是base word 然後加上ing running 跟runner 這些都要加成 就要雙胞胎中間 ok swim 同樣的 nap 同樣的 ok shock step stop 這些都是同樣的原則 ok 那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 不規則的動詞的過去式 它後面是加en 所以就是那個complete 那個完成式 所以像 ride write wrote wrote to write wrote written 那個en其實是一個字尾 ok 那個是 old english的一個字尾 所以它 所以為什麼那個written 那個有兩個t 或者是written 也是兩個t written 這些都是這個原因 那也有可能是形容詞 然後加上比較的 所以big bigger bigest 所以這些都是按照這個原則 那還有一些 所以這些是雙胞胎 就是同樣一個字母 那還有一些其實是也是雙胞胎 是同樣的聲音 等於是聲音的雙胞胎 但是看起來不是雙胞胎 隱形雙胞胎 ok twins in the sky 隱形的雙胞胎 就是有三個 有三對 也是一個雙胞胎 一個是ck ck ck 它是有兩個同樣的聲音 對不對 兩個是 k 那其實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像一個floss 我們 看到兩個s 但是是發一個對不對 這個ck也是同樣的 no 但是它看起來不像雙胞胎 因為它是一個c ok 好 所以譬如說像 back,leg,dub 這些都是 ok 那還有兩個 雙胞胎 也是隱形的雙胞胎 在這兩個的 最後面的因素 都是需要兩個字 ok 所以 ch 這個ch 那因為如果你 雙胞胎 這個chch 會看起來很醜 然後又很疼 會亂 所以他們就放得起 那但是這個面法 不是兩 那個t沒有唸出來 ok 那個t 所以 watch 不是 watch ok 是watch 這個是一個 一個音 ok 就像這個dub 是一個音一樣 ok 好 然後這個 g g 如果後面加 e i 或是y 的時候 很常會變 g 本來是唸 go 對不對 但是後面有加e i y 的時候 它常常會變成 j ok j ok 那這個 這個 英文 如果你最後一個字 最後一個因素是j 它完全不會把j 放在後面 它一定是用ge寫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它需要 它需要雙胞胎的話 同樣的道理它不會寫gege ok 所以它可以前面放一個d ok 那所以 像bridge ok bridge 那個d沒有發 ok 不是grid 對不起 ok 是bridge 這個是一個d ok bridge ok 所以這些是隱形的雙胞胎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雙胞胎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那部分的雙胞胎前面都是 大部分是短的 ok 這四個原則 不是完全 但是大部分 像 所以我 我都會跟孩子們講說 如果你看到ck 那個前面的一定是短的 ok back lip 這樣 這些都是b 都是短的 ok 那 其實 其實 其實基本上 你有看到雙胞胎前面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拆出來 那 還有就是剛剛我們講過的那個 一個加自圍 是你跟孩子的自圍 所以就是這兩個原因 其實這兩個不是 其實是同樣的原因 因為你如果想想看 那個你後裏有雙胞胎 那你這一定就管家自圍 你就一定會保存這個短的原因 因為他的那個保餌一定會害人 所以其實是同一個原因 對 那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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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